大数据时代来临 人们以数据结果来做决策 其实已经渗透到各种领域了 还记得电影关键报告里头吗 Tom Cruise他可以预先看到犯罪 然后呢他会在犯罪发生之前 把这个嫌犯给逮捕了 如今美国的洛杉矶警方 也有先知帮他们预测 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样的犯罪 不过这个先知呢 他其实就是电脑跟大数据 好莱坞也喜欢用大数据 他们可以利用社群媒体的资讯 去算出观众最爱看什么剧情 然后快速加以修改 达到高票房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上午9点 洛杉矶北边的Footio区 警察正在巡逻 只是巡逻的路线 并不是依据警方多年的丰富经验 而是跟着一张 由电脑推算出来的地图 上头标示着 可能发生犯罪的热点 这个叫做Predictive Policing 预知执法 警察在案发之前 就抵达现场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电影 关键报告里头 先知的脑部跟警方连线 显示出眼前即将发生的罪行 然后Tom Cruise 就可以对即将犯人的人说 基于预知犯罪 我以你将犯下的罪名逮捕你 现实世界里我们没有闲知 但是我们有超级电脑跟Big Data 一样可以预测未来 洛杉矶警方近年来开始利用一套数据演算法 透过过去发生在洛杉矶的犯罪行为 时间 日期 地点 预测未来会出现的罪行 接着警方就加强巡逻这些热点 达到降低犯罪率 你已经等不及要问 犯罪热点是怎么算出来的 发明这套公式的 就是这一名今年30岁 看起来比较像名学生的数学家Molar Molar发现当一个社区发生强盗或抢劫之后 附近的社区会跟着出现犯罪的高风险 这种传播的方式跟地震发生后 四周出现余震的模式非常像 因此Molar就将用来预测地震跟余震的演算法 套用在犯罪舞动上 他找出洛杉矶警局在过去1800万件的犯罪记录 相关数据通通输入电脑 预测出未来 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发生什么犯罪的几率有多高 洛杉矶警方自从开始由数据领导食落路线后 在不增加人力的情况下 看到犯罪率明显降低 从前只相信自己经验判断的警察们 观念开始改变 预知执法提高警方的执法效率 只是我们运用大数据的众多领域之一 今天好莱坞也开始拥抱大数据 譬如成本两亿美金的复仇者联盟 片商在电影上映前就开始透过预告片来试水温 透过电脑的语意分析工具来监测社群媒体上面的讨论 不管是对于剧情的期待还是对于卡斯的批评 所有相关文字都会被截取下来进行分析 片商总共搜到了11亿条的推特推文 570万篇的部落格贴文跟350万条相关讯息 从中摸索出观众的喜好 藉由最后的修骗跟行销 果然复仇者联盟票房冲到好莱坞史上第三高 大数据可以协助警方了解罪犯 企业了解客户也能够让我们更了解自己 你可知道只要花99美金 你就可以解读自己的DNA 由人体细胞中23对染色体命名的公司 23andMe是专门提供个人遗传基因扫描服务 23andMe是个人的基因扫描服务 我们使用每个人在室内去订阅 订阅订阅 取出一个瓶子 你封锁 你送回通通常的购买 两百项的检测结果报告里头 包括你的原骨祖先是谁 你的头发 你的肌肉质量 各种身体特征 从而来诊断各种疾病风险 还有对药物的反应 23andMe表示 他们可以在三小时之内 就完成分析一个人类的基因组 而且高达九成的客户会选择 把这个结果存进23andMe的数据库 23andMe从数据库里头 挖到多达180项跟基因有关的新发现 譬如很多人燕饿香菜 其实使基因作怪 得帕金森病的人 个性比较内向 容易慌张 比较不愿意尝试跳伞或抽纸 以自媒也跟基因有关 23andMe希望将客户量 由目前的18万 扩大到100万 就可以构成大数据 遗传基因数据越多 就越能够在遗传基因 人体疾病 还有环境因子的关联性上 获得更多的发现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不管是公共卫生 经济发展打击犯罪 大数据的预见能力 正被快速地开发中 而且已经展露头角